即将在12月份开始自己寻回演唱会的孙楠 最近先到上海和他的老乡金星见了个面 要说孙楠也是40好几的人了 但是在如今的电视迎评上 他仍然是乐坛前辈中的积极分子 许多歌唱节目都有他的身影 孙楠自己也是坦诚 在这儿啊 他根本就不把年龄当回事 大家好 我是孙楠 很高兴 一身运动装 一双运动鞋 孙楠这是越活越年轻了 谈到年龄的话题 他也跟个小孩似的 我这不到40以上50以下 对 你猜 作为内地流行音乐中流砥柱版的人物 孙楠今年也已经46岁了 不过他自认从来没感觉到 红透半边天的滋味 一直到走进歌唱节目之后 从前两年起 孙楠就一直活跃在各种歌唱节目中 在他看来这样的选择一点也不掉价 只是换了一种表达音乐的方式 喜欢唱歌的话呢 就需要舞台 如果跑步的话我也行 跑马拉松可以 对什么铁人三项啊这样 对 自虐的可以找我 虽然人到中年 但是孙楠就是这样停不下来 临近年末 他也自曝 已经向央视春晚节目组送了新歌了 春晚多好啊 谁敢说不愿意上春晚 我哥不敢说 我愿意 又问他为什么这么拼 孩子们应该是他努力工作的最大动力了 在经济上作为一个一家之主 我当然要为了孩子们 我要 我必须要工作嘛 这是肯定的 是这么把孩子抚养成人 他们开心快乐 我觉得这才是我人生最大的目标 声音乐在线上还独家才播到 谢谢大家